有人在ibility 今天是雅周的凌晨 那巴黎奧运開幕了 而小粉紅又說出令人一笑大方的話 想當然第一個笑話 肯定就是又要吃台灣豆腐了 當中華台北隊進場的時候 與T字頭的國家排在一起進場 搭同一艘船 被小粉紅痛罵 為啥不是C開頭跟中國隊同一艘船呢? 為什麼中國隊跟香港隊還有中華台北隊 沒有辦法同一艘船呢 是分裂我們國家嗎 如果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真的分裂國家不就是你嗎 你們允許所有的中國台北隊 還有中國香港隊去參加 為什麼 難道台北跟香港一樣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然後在台灣省裡面嗎 而巴黎現場主持人跟巴黎主辦方 也是在大螢幕上寫中華台北 但是同樣被央視以及小粉紅改為中國台北 並且在微博上一引 我們來看一些留言 早點回家吧 馬上台灣啦 中國台北 明天起來看哇哇那邊的新聞 中國台北官方就是這樣說的啊 最好笑的是畫面全虎的 讓我看不清是誰 台灣人只能摸摸鼻子算了 如果這次放在我國早就爆了 OK 你前面HTG中國台北 然後又說台灣人拍到的畫面是虎的 如果這件事放在我國早就爆了 所以中國台北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謝謝囉 所以我們國家的名字叫中國台北 它是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OK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沒有意見啦 這件事放在我國早就爆了 嘿你們確實爆了 但你們爆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等等來說 笑了亞運會的時候 咱們也喊中國台北 但字幕上是大大寫著中華台北呢 你看喔 中華台北是彎彎在奧委會上的名稱 除非台灣回歸不然都是翻成中華台北 亞運會大運會東奧會的現場轉播喊的都是中華台北 只是央視解說的時候又改成了中國台北 看到了沒 即便是主辦方在你們的杭州亞運會 在北京的東奧 你們中國政府都要遵循亞運會的標準 在會場上介紹台灣的時候是喊中華台北 而不是央視說的中國台北 當然啦還有一些小粉紅說 中華台北跟中國台北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那你幹嘛硬要改 是一樣的所以建議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改成中國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族改成中國民族 任何的有這個華的字都全部都改成國 因為是一樣的嘛對吧 譬如說畫國風你們就要改成國國風 或是國華風隨便你 反正都一樣都可以代替嘛是吧 你看喔還有一個小粉紅說什麼 咱們央視主播說啦 中國台北代表團 嘿明天台美又要不舒服了 我覺得非常好笑 例如我今天發個文表示 我家對面鄰居某某某好可愛 他是我的一部分 他是我的妻子 然後我在下面在預言跟大家講說 信不信他晚一點看到這個留言的時候 或是他朋友看到這條留言的時候 他們會破防 他們會跑來跟我急了 他們會罵我 小粉紅這種精神勝利法很好笑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他要的就是挑動你的情緒 他就是要讓你情緒不好 而這個事情到底是誰對誰錯 這個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他們不在乎 大家記錄這個點啊 所以中國最近才會流行 急了破防了 懂嗎 就是因為他們不在乎真相 他們只在乎你跟我是不是一樣很難受的 你看喔還有一個來自貴州的粉紅說法國解說員說的是中國台北 下面有人嗆他放屁 人家講的是Chinese Taipei 而不是China Taipei 還有來自一個義大利的中國網友說 但是歐洲的解說其實是講這個叫做台灣 而法國第二電視台 在轉播給法國人民的時候 介紹到中華台北隊的時候也特別強調了 欸這就是 這就是大家熟知的台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所以希望你們小粉紅啊 趕快把這一段放到微博上去吵 怎麼可以說是台灣呢 對吧要說中國台灣 抵制這個法國主持人 對吧讓他在中國混不下去 習近平啊 記得要撥款給這個中國台北隊的前三名 你都簽好幾年啦 不要只會一贏 把台灣的獎牌也算進去中共國的隊伍裡面 既然你要算你就要付錢嘛 對吧 你們國家隊前三名是有獎金的啊 台北特別行政區 不也是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嗎 對吧 所以如果你不給錢的話 是你在搞獨立你在搞分裂主義嗎 記得以後要派個中國北京隊 中國武漢隊來參加 畢竟你說台灣作為你的一個省 卻可以跟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一樣 有參加奧運的資格 名稱還是叫台北而不是叫台灣 所以相對而中國的一些省會 跟直轄市絕對有資格參加 中國長沙隊嘛 中國鄭州隊嘛 中國瀋陽隊嘛 這樣子中共國的獎牌數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參加的基數是別的國家的N倍以上 對吧 所以我想問一下各位粉紅 為什麼中華台北隊上去領獎的時候 播放的歌曲不是義勇軍進行曲 你們就在微博上討論這個話題就好了 說 香港跟中國隊上去領獎的時候是播義勇軍進行曲 沒有錯吧 為什麼台灣作為你的領土播的不是義勇軍進行曲 不是中國的國歌 等到你們把紅旗插到台灣的行政機關上 你在跟我講 不然這之前都是藝營 四年前的東京奧運一樣的藝營 現在巴黎奧運又在藝營了 而這次你們又要出生哪個為台灣加油的台灣藝人了 小S嗎? 她女兒可是前幾天已經在重慶被你們抵制下架了 而這次我們都知道是每個隊伍搭上船 從塞納河畔進場對吧 而小粉紅整體崩潰痛罵的點是什麼? 痛罵為什麼中國是排在第41位進場 而不是第一位 中國為什麼是在第16艘船進場 而不是第一艘船進場 為什麼中國隊要跟加拿大以及一些小國 搭乘同一艘船 不是 啊就是C開頭的嘛 加拿大跟中國還有一些國家就C開頭 你們同一艘船嗎? 啊不然呢? 我覺得是這樣啊 你們可以天天黏黏在自己的長江或是黃河或是三峽大巴那邊辦個奧運 你們想要第一艘就第一艘對吧 你想要讓美國日本在第100多艘就在第100多艘 沒有關係的 你看喔 我們跟加拿大還有一些小國同一艘船 但憑什麼加拿大是放在船手 而我們中國隊是在船尾 巴黎方拍的中國隊的畫面僅僅只有10秒 連我們美麗的長旗關馮雨也沒有拍到 令人最生氣的是什麼呢? 日本隊進場的歡呼聲竟然比我們中國隊還來得當 韓國隊進場的時候拍照還是C位 當然中間出現了一個意外 巴黎主辦方把南韓隊講成朝鮮北朝鮮隊 而美國更是獨立一艘包船進場 歡呼聲是全場的焦點 憑什麼呢? 美國搞霸權主義是故意反華仇中嗎? 這些破國全部加一塊都沒斬中國厲害 沒事 慈禧還有義和團啊 以前像八國宣戰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 沒關係的 還有小粉紅痛罵 為什麼沒有看到我們爸爸的棋子 俄國去哪了? 有有俄國 俄國跟我們台灣一樣拿著奧運五個圈圈的進場 因為他是這個奧運會的黑名答案 我也看到有小粉紅痛罵說 為什麼我們不是跟俄羅斯還有朝鮮隊 敘利亞隊一起進場 我建議是這樣 哈馬斯隊跟塔利班隊也要一起進場 畢竟你們前幾天還一起拍照 在中國簽訂北京條約 兩年前三年前你們跟塔利班也是拍照 還跟王毅一起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併船沒有關係的 而且還有小粉紅痛罵巴黎其實很窮的 法國超窮的 這次花在巴黎奧運的錢 比起2022年的北京冬奧 以及2008年的北京奧運 連咱們的一半都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奧委會在經歷了東京奧運跟北京冬奧之後 也決定了要縮減開銷 避免被扣上揮霍無度浪費的形象對吧 那我們可以看到後面的2006年 乃至2034年的冬奧或是正常的奧運賽 都是大幅縮減的 我們還可以發現 2022年以前花最多的前三名是 中國還有俄國的冬奧 當然東京奧運也是排到第四 但是這個第四名的東京奧運 比起08年的北京奧運 連他的一半都不到 卻也被國際上冠上是鋪張浪費 也被自己的日本國民痛罵是浪費 但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這種困擾 小粉紅跟中共最喜歡的就是面子工程 最喜歡的就是好大喜工 所以才會有雄安新區 所以才會有一堆小粉紅看著有些爛尾的樓層 說你看咱們中國就是高樓大廈好多好繁華 別說台灣日本了 你看那個歐洲巴黎 一棟高樓大廈都沒有 這個城市放在我們的深圳北上廣 都是18線破城市 歐美都很窮啦 一堆趙家人的兒女 論去歐美日去窮國受苦受難啦 張子儀惡意把自己的兒女生在美國 那贏惡意的把自己的兒女送去英國 這些都是大逆不到啊 怎麼讓自己的孩子去這種地獄受苦呢? 留在中國有多好呢?對吧? 那說到爛尾樓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很暖心的事情 一位叫做老里巴的粉紅 在2022年表示自己要買房了 2023年10月又發文表示 很可惜啊 你們那些看衰中國經濟的人 你們要失望啦 你們的詛咒並沒有實現啊 我沒有買到爛尾樓 我快交房了 2024年的1月又再度發文表示 非常可惜沒爛尾啊 要收房啦 非常開心 暖心的來了 2024年7月24號 前幾天了 他發文表示 呼籲大家 避開我買的這家開發商 我買了兩年多的房啊 路都沒有修 到處漏水 還附上了一張延期交房的通知 啊就是爛尾嘛 對吧 然後你文章你也知道 你想表達的是爛尾樓 但你不敢罵 你不敢說我買到爛尾樓嘛 搞笑 求人得人 胡錫進最近也發文表示 他今年投資的A股 已經讓他慘賠了10萬塊人民幣以上 小粉絕對要把錢 投入中國房市跟A股 反正你們的標準 在7月29號之後要改了嘛 最低最低 就算跌到了 還是3200多點對吧 還有螢幕啊 央視直播 連接巴黎組辦方的 現場活動畫面的時候 出現了螢幕 展現多元性像跟價值的畫面 讓央視的點評人跟轉播員 全部禁言 不敢 即時的點 也不敢在畫面結束之後 去回頭說 剛剛看到那一段的含意是什麼 這讓很多中國網友大笑 央視終於也破防了 對吧 央視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切畫面 乾脆不講話吧 甚至還有網友譏諷 嘿這是巴黎事變 到後面還有一段 巴黎會場出現了斷頭皇后瑪莉的表演 這也讓一些粉紅心裡不舒服的痛罵 你們怎麼敢消費抹黑自己曾經的皇室 你搞笑 我跟你講退一換步來說 真的要不爽的應該是奧地利 因為瑪莉皇后以前是奧地利公國的成員 哈布斯王朝的 而且他在霍夫堡裡面出生 以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 對吧 也怎麼樣 容不到你噴吧 等你啊 敢在北京奧運的時候表演八九六四啊 紀念偉大的解放軍保衛首都戰啊 你們可都是頒發了保衛勳章呢 還是說你們要演繹一段李志成因為失業 攻破紫禁城 崇禎皇帝 這個橋段 還是你們要表演金國正朔 消滅了想要獨立叛亂的送毒分子 表演這個靖康齒 帶走幾千名的叛亂皇室分子 去北方羞辱 你們自己不敢就不要噴人家 怎麼把法國大革命的梗搬進去好嗎 今天想想啊 國有企業食用油混裝器材油的危機發生在法國 然後法國政府學中共的做法 你看看會怎麼樣 會不會又一場法國大革命 我真的說啊 統治中國的政黨 能統治中國的團體啊 真的比起統治歐美來的 非常容易更容易了 你錯的多離譜 你錯的多誇張 你多倒行逆施 沒有遊行也沒有抗議 都是歌舞神平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姐啦 拜